很多话我喜欢玩一些把玩的东西 就是不论是养个花还是盘个核桃杂的 都喜欢那样把玩 老外有没有那种适合我放到自己茶桌 或者放到自己办公桌旁边的花呢 当然有的 我推荐的是一款雪莹 这个是我去年养的一盆 大家都知道我去年开了个花店 赔了不到50万 然后呢 这一个呢 是跟我最有感情的一个 我是放到我那个花店的一角 最冷的时候差不多有零度啊 接近于零度 就是最低温度不低于零度啊 就在零度以上三五度那个样子 它的耐旱能力还是比较优秀的 而且呢非常的耐旱啊 大家也能看到里边吗 我这个都是干的特别的特别的干了 可以说 我用的这盆也是这种 就是大家经常用到的这种 腌咸菜的这种缸一样 下面就有一个小孔 然后我浇水的量是很少的 我每回都是看它的一个叶子 稍微发软了我才会去浇水 现在很干了我也没浇 长得非常的慢 我也没有用很多的一个肥料 稍微用了几粒的一个缓施肥 也不需要什么光照 我拿过来油一直在我这个阴面 就这样 它就一直在这里美美的 我的话是问我怎么讲 就是你放到你自己的书桌旁边也好 放到哪儿也好 尽量的第一点 不要强光的暴晒 第二点 不干千万别浇水 可以摸一摸叶片 等发软了再浇 这都晚不了 再摸一摸盆土 不干别老浇 用土在一块要求并不高 很多的话 总是把自己养花不行 怪罪到土上面 你想想 植物离开土都能活 为什么你用上土还活不了 没有想过自己的原因吗 肥料的话 选个通用型就可以了 椎立温度不要低于5度 放到通风好一点的地方 别老浇水 别窄窄的 别没事老喷它 就让它静静的在那里长 我这个一年才涨了这么一点 好了 如果说你也喜欢雪云的话呢 咱们家里边有大的有小的 都在下方购物车 大家选自己喜欢的 像有那种29块9的 还有这种49块9的 单了 还有19块9的 好像是现在拍一盆 给发两盆吧 那个19块9的 应该是 大家去看看吧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1 养花追着1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